泰国已经连续两天 录下单位数的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确诊2938宗 54人死亡 康复率更是达到90%的高水平 由于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人口密度以及疫情爆发时间不相上下 那媒体因此就向卫生部提问 我国是怎么还没做到 单日单位数的确诊呢 诺西山坦言 泰国没有出现如 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那样的 万人大集会 是泰国在防控疫情上 比我国占优势的地方 他说大城堡宣教集会 3月1号结束 他在3月9号才接到 问来卫生部通告 因此我国在应对宣教集会 疫情扩散时机晚了9天 无论如何 如果官民合作继续遵守 行动管制令 他有信心5月中旬 我国的单日确诊病例 会降到单位数 到你们之后 来